民進黨臺北市議員 顏洛芳近期陸續收到多封 庶民羊羊羊羊羊的騷擾電子郵件 信件中不僅寫著 希望認識你們每個人一起抱抱 內容還有許多 陸骨字眼 像是奴隸 臭小豬趕快來互咬等等 讓顏洛芳不堪其勞 決定報警處理 據調界其實不只顏洛芳一名女星議員 受到騷擾 恐嚇郵件 受害者還包含民進黨議員 鍾佩玲 立委吳佩毅 以及國民黨臺北市議員尤淑慧 目前警方根據電子郵件內容 研判兇手是政治狂熱的民眾 將透過柯針隊調閱發信人 IP後約談涉案人 道案說明 聯絡方呼籲 即便臺灣有言論自由 大家仍應該互相尊重 而30號晚間 檢方拘提訓問 一名48歲 消信男子一度傳出 就是這名男子寄騷擾性 給多名女性議員 但後來這名男子遭到訓問 是因為涉嫌到民進黨 台北市議員鍾佩玲的服務處前 亂放鞭炮 至於祭出多封恐嚇性的兇手 到底是誰 警方仍在追查中 3D新聞綜合報導